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那个芋梗菜 刚才我摘上摘的 然后我们拿回家里面 我们要制作那个双芋梗菜 制作那个双芋梗菜 其实很好吃的 然后做好之后拿一炒一些肉 非常香的 首先我们要把它洗干净 把它叶子我们已经全部削干净了 其实这个芋梗菜也没那么脏了 我们这个芋梗菜我们要把下面这一节大鹅把它切掉 我们只削到上面这一节炒了 下面这一大鹅可以拿去炒吃了 把它切成小节 这个芋梗菜我们先切好了 然后切好了之后我们要拿去把它烫一下 烫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它煮熟的 这个我们泡好了之后 我们要开始拌点盐 还有点泥酒啊 开始来撒点盐 这个味精我们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盐 然后再倒点这个米酒 这个米酒是我们家里面酿的 正宗的米酒 撒到盐的时候 这点是撒多一点 撒这个盐的时候 这点是撒多一点 然后把酒还有盐全部搅拌均匀 拌好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放这个毯子里面了 然后把它封闭起来 把它封闭起来 这个水也不要丢掉啊 直接把它倒进去的 OK了 OK了 好了 现在盖好了之后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只需要时间的等待呢 差不多半个月吧 差不多半个月吧 一个月时间 到时它变爽就可以吃了 我这里有之前做过县整的 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要花一个半个月的时间了 看这个 这个是之前我们已经做好的 这个现在直接可以吃的了 这个有一种很酸的味道 还有一点带酒味的 很好吃的 但是这个 我们一般的时候拿炒肉吃的 炒那个瘦肉 当然这样也是可以直接吃的 这个可以放很长时间的 一般这样的东西腌制的 这个可以吃很长时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